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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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保员工的 但是解决了老板的风险 对 从另外一点的话也是减少了城市政府的压力 对不对 同时的话呢 就好像我如果谁如果是买了那个BOB Business owner liability insurance 如果再去加上他的员工保险的话 还有 extra discount 还有折扣 对 员工保险为什么很重要一点 就是还是拿餐馆来说的话呢 多多少少啊 就好像你刚才讲的 会切到手啊 包括你搬什么重的东西会压到啊 什么东西 这种东西的话呢 拔到啊 因为餐馆后面的地板很厨房地板很湿的 湿的话他们都要拖的 对对对 所以说风险是天天都会有的 而且的话呢 员工保险不便宜啊 非常贵啊 这个是贵的 对非常贵 因为呢有可能的话呢 他们的clan 他们就是说要一年两年三年 所以说 因为他们要做investigation啊 还要recover啊 还有期限啊 还有 所以说 就是说很花 如果索赔理赔的时候 是非常花时间 花时间 精力跟人力的 对对对 所以他这个成本高 成本非常高 而且对于我的很多客人来说的话呢 我都是建议他们 员工保险肯定是需要的 这是一定需要的 因为你是要在家座你要开业嘛 对不对 你要hire人 这是肯定需要的 你没有员工保险的话 很奇怪 可以开 可以开啊 可以开 但是你很会马上政府会派人来 audit你 那你怎么办 你难道你只有一个人经营吗 哦 你开了一个 一个人经营不需要吗 你是一个个人秀吗 对不对 你每天就是说 你又是做酒保 你又是个炒菜 又是做service 那肯定做不来 不可能的嘛 那你很多事情 那就是在街边摆个摊卖羊肉串 羊肉串 羊肉串 那你还要有来生也要有保险 还要有保险 我还可以做future OK 哈哈哈 是 对 但是从那个法律的这一关来说的话 那很严谨的 嗯 很多老很多老板跟我说 哎呀我们是小生意 对不对 能够不买就不买 或者是少买 可以 嗯 嗯 风险你就自己担 因为一旦有什么情况发生的话呢 上court 嗯 或不会理你这么多的 嗯 不管你是买了 嗯还是没买 买的最好 嗯 没有买 他们不会问你是没有买 为什么不买 他们会直接不会问老板 问员工 嗯 一 到十三条问题 有可能你是第一条到第十二条 全都是say say no 对不对 要保要保上你的老板嘛 对不对 嗯嗯 第十三条最后法官问你 你认为你自己是在这家餐馆工作吗 你是被他雇佣了吗 嗯 If answer is yes 你老板吃不了都这种 你为什么不跟他买员工保险呢 就是这个是必须得承担的 一定 所以说很多很多很多餐馆老板想要 打擦边球可以 嗯 没有事情会发生的话 你可以省那么一点点钱 发生事情会有什么后果 你能不能举个案例 上库 每个人最喜欢就打官司 上库 上库 那员工说 哎呦 我这个 我这指头切掉了 然后呢 索赔两百万 对 老板说他没有买那个员工保保险 他不管他是part time 还是零食的 还是只来做一天的 哦 甚至我是高中生 我来你这儿这个就 嗯 所以说这就为什么我一直说 像我们这种small business owner 非常非常的 每一步都要小心谨慎 嗯嗯 对 那如果买这个Worker's Comp 有什么 有什么好的deal 或者说 怎么样买可以 coverage又好 然后价格又好呢 又又便宜呢 在美国 一分价格一分货 没有什么又便宜 更又好的东西 嗯 而且Worker's Comp 它跟你每个月的那个 那个payroll 是联系在一起的 哦 而我的做法呢就是说 要减低我的所有的 small business owner的压力嘛 嗯 对 我还可以跟他们去做那个payroll audit 包括做realtime billing 是 这可以让我降低我的保费吗 降低被audit的机会 还有呢 就是说减少你很多的麻烦 到现在我已经做了大概17个audit了 很多小商业组的话 他们非常非常感激我 因为我能够帮他们解决具体的问题 你等于说你audit之后 你帮他发现他很多 我要跟他们的cpa 或者是跟他们的paychecks去联系 pool out他们一年的那个payroll information 那个那个那个 随后的话呢 我还要去apply online啊 或者要跟他们具体的那个audit的人员去沟通 你还挺烦的 我以前是accounting 所以没办法 我对数目字 我就是很有兴趣 没办法 不过你audit之后 你除了跟他找麻烦 你会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呢 当然 当然有好处了 好处是什么 如果是RS来找你的话呢 如果你有问题 被他们RS发现一次 那是大货 那是大货 我知道 但是你可以帮他们去避免这些问题 对了 有意思 所以audit实际上我们是应该欢迎的 没有像小商业的话 每年你肯定要被audit 就看你是怎么样 去让他们觉得你提供的资料等等 是让他们很满意 OK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大家